自动驾驶的蛋糕有多少人抢呢 不光是百度的萝卜在烧钱抢袍 可能这于成东连75个亿都直接不要了呀 前几天价值100多亿的问界商标 突然被于成东用25亿的骨折价 彻底的甩卖给了赛利斯 他把所有人都搞懵了 冲着华为买问界的车主们也就更着急了 要知道华为车BO事业部总共投入了 已经达到300个亿 去年营收47亿亏了60亿 于成东却一次性的把75亿送人了 还说是因为相关的政策 但显然呢 解释不了这突然贱卖商标的原因 我们继续的深挖可能就会发现 这赔本买卖的背后 更大的可能是他要拉起 自动驾驶硬件生态的决心 最好的证明就是这一个月来 于成东对待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 FSD入华态度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6月1号的时候呢 于成东跟周鸿一聊天的时候 谦虚的说 华为自驾体验比特斯拉的FSD略微优一点点 乐意竞争之后才能够分出高下 可是到了7月15号 在董雨会的直播间 那个熟悉的于大嘴就回来了 他说特斯拉FSD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从综合能力上来看 我们还是对得起那四个字的 也就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与同行 对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够让于成东那么有底气呢 答案很可能是 华为自驾子品牌乾坤 和各家车商落地合作了 先是三四十万的阿维塔 然后呢是十几万的深蓝S07 一下子就在马斯克之前 把自动驾驶的门槛砸到了20万以下 华为自驾的销量就不愁了 华为的官网对乾坤的构想 把智能带入每一辆车变成现实 不怕拼销量拼规模拼数据 才能够跟特斯拉的FSD打一场 自动驾驶的长期进化战争啊 而要战胜这个对手 单打独斗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于成东早就已经派了华为的工程师 去美国加拿大实地考察了特斯拉的FSD 还对比测试了华为的自驾 结论就是特斯拉自驾主打 纯视觉成本低 但是华为自驾即使不带激光雷达 也比特斯拉的FSD更好 加上激光雷达性能就更佳了 体验上也略优一些 但他也说特斯拉的优势在于 车辆数量多数据多 这点信息量是极大的 眼下的自动驾驶技术 虽然说超过了大部分的人类司机 但是还是有太多进步的空间了 还处于一个又年的形态 而数据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特斯拉FSD未来的进化素数会更快 华为自驾的略微优势不好保持 而且马斯克说 Model 3还会降到20万块钱以下 搭配自动驾驶和Robotex 就相当于20多万 你就买一辆车外加一个 免费帮你跑出租的全职司机 你上班他跑网约车 意味着你买车只付个首付 这车子自己还帮你还了贷款 这谁看了不动心 谁不会买呢 买的人越多数据就越大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就会越先进 不但拉开和对手的差距 更颠覆了传统汽车的销售逻辑 非自驾汽车是彻底的没法卖了 其实早在2012年 华为就成立了一个车联网实验室 后来7000人的华为车BO研发团队 5000人都是搞自动驾驶的 然而于成东 没厂没地没产线 连个生产资质都没有 扶持问界置界 想界尊界已经是亲近资源了 定价不低市场有限 面对马斯克花了十几年 为特斯拉构建的包含电池 一体化压住 超级工厂 库存管理等一整套 从根本上降低成本的生产体系 怎么拼销量拼数据呢 真的太难了 有人问他 鸿蒙之行 为什么不推出20万元以下的汽车的时候 于成东就说了 不是不想卖 而是成本能力不足啊 本来华为早就已经是打通了 AI芯片 激光雷达 电机 电控系统和 毫米波雷达等 自动驾驶一系列的关键技术 车路云等一些底层的基建系统呢 更是华为通讯的看家本事 把成本降下来 没有问题 关键是 如何吸引厂商们加入到 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里 答案就是 壮士断乱 千金买股啊 于是赛利斯就得到了 别人垂涎三尺的问解 要知道啊 今年仅上半年 M5 M7 M9 三款车型的销量 就已经是突破了11万辆 特别是M9 定价50万级 大定破10万辆 稳坐 新进一线豪华品牌的位置 让赛利斯 扭亏为盈 股价4年 涨了近8倍 CEO张兴海 躺着就把钱转了 感情上的能够看得出啊 于成东 其实还是有点不舍得的 还跟董宇辉念叨 连AITO 这么好的名字都转了 但是理智上 于成东知道 只有放手问戒 才能够拥抱世界 在自动驾驶的浪潮面前 华为已经不在乎一个商标几十个亿的得失了 要知道 权威机构对于全球自驾市场的规模预测 保守估计到2030年翻10倍到2400亿美元 乐观的更高达1.5万亿美元 渗透了从农田到矿山等所有驾驶的场景 等于说再造一个传统汽车市场 而在这个市场里 目前华为能够看到的同级别对手趋值可数 也就软硬件两手抓的特斯拉了 眼下就好像是30年前微软Windows系统和苹果的MacOS系统的战争 是开放生态和闭合生态的竞争 最终微软一统天下 如今华为站在即将喷发的自动驾驶市场的面前 于成东要做新时代的微软 而不是注定要当配角的戴尔联想们 对于于成东本人而言 这也是一个360度的转变 当初华为成立车BO事业部 本来就只想当一个供应商 偏偏于成东一门心思扑下场 直接造车了 还擅自用华为的门店宣传自己心心念念的问界 被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不点名的骂 滥用华为品牌 最后惹急了淡定的人正非 一锤定音 华为不造车 有效期三年 而三年之后又是五年 为此心有不甘的于成东 反手就通过制选车模式 将品牌运营销售体系 紧紧的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恨不得让工程师手把手的 直接接管厂家的生产线 借他人之手造自己的车 搞得车商是避而远之 或者合作了也没有下文 广汽还丢出了 不把灵魂交给华为的狠话 幸亏同样难兄难弟的赛利斯 放下了身段 才有了问界系列的 意气成功 继身车企定流 结果现在好不容易打开局面 迎来扭亏为赢的时刻 于成东却看到了 比造车本身更大的未来 果断放弃了造车的执念 当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 你会发现 这一切真的有点 无心插溜溜成荫的感觉 当时的国产新能源车层出不穷 华为面对制裁四面烽火 任正非决定 华为成立车BO事业部 准备对标全球油车零部件供应商 德国博士 在隐忍中朝着新的市场 杀出一条血物 为此还连续定下了 不造车的红线 现在回头去看任正非的判断 与其说是压制于成东 倒不如说 让他短期更加的专注于 智能化的灵魂 等待整个汽车行业的真正的善变 才能够在自动驾驶彻底淘汰了 传统汽车模式的前夜 壮世断腕 毫无负担的投身 真正的未来蓝海 难怪于成东要对董吕会说 华为的自信 来源于在技术研发上投入 和对正确方向的把握 要论战略直觉 还得是任正非呀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情 感谢观看